然後距離100公里 收費站跟收費站之間距離100公里 那車子呢 車子進來它properate 100公里才會到下一個收費站 這你可以想說這是router 這是另外一個router 它100公里才會到下一個收費站 那Talbus takes 12 seconds to service car 所以Talbus他要處理 他把資料 有的Talbus有的收費員 他很有效率 他是有ETC 他就比較快 所以他的那個 你可以想說他那條線把大量的資料傳出去就比較快 或是你看去那個珈乐福或什麼 有的cashire很認證 你看這個人以後一定有前途 那有的cashire呢 摸 摸的不行了 這個人以後就是 他的頻寬很小 以後大概也沒什麼前途的 就是這個 這是真的 我很多店都看了很久 各個各個各種店 如果年紀都看很多觀察 變老主顧的話 各種店裡面 你會發覺裡面最勤勞的那個 第一線的店員 就不久就不見了 不記得他去哪裡 他升官了或什麼 那混的那些呢 可能還在那邊 或者是 或者是被犯了 大概就這樣 那這個是 那TOPUS的頻寬 你頻寬 就是我 我處理 我處理的速度要找 那假設我的 transmission time 就他類似一個 router 他12秒來service 一個 一部車 就是他 那有的動作快 可能3秒service 一部車 ETC可能1秒 一部車 那車是車代表 車的 車的數目代表這個 bitch的數目 就策略多 就是這個 所以 caravan 等於是一個package car呢 car是 car是一個bitch 一個bitch 所以 這個10部車代表 10個bitch 那如果 這package是100個bitch 就100部車 那 那些問題是 How long until a caravan line up before 2nd pole boost 就是這個 這些車呢 他們在什麼時候 會在這邊開始排隊 也就是說 第二 你那個router 開始收到 收到那個 收到這個 digit 收到 那邊傳過來的 它這個 第一個bitch到達 也就是第一部車到達了 所以這個可以算 所以 你要把 每一部車是 花12秒對不對 我這10部車 全部 這個caravan 車把它處理完 要花多少時間 120秒 就是 就是 120秒 再把它處理完 就那麼多的東西 全處理完 那當我處理速度快 那 那這個 花時間就短了 所以 這是什麼 這是transmission time 這是transmission time 那 那pubication time是什麼呢 那看它時數了 這個 1小時 100公里 1小時100公里 所以 所以 所以當我 120秒以後呢 最後一部車呢 出了這個收費戰 那 最後一部車 到達 到達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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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第二個topus前面 開始排隊 它需要多少時間 100公里 它時速100公里 所以它需要1小時 對 距離100公里 然後每小時100公里 對 1小時 所以經過 經過120秒 經過2分鐘 他們都出 都 從中間出來 然後經過一個小時 再一個小時以後呢 最後一部車 也到達了這個收費戰 第二個收費戰 之前 那所以 所以 一共是多少 62分鐘 它的propagation delay 是一個小時 然後 這個transmission 兩分鐘 就把這個 處理完 這個是類似網路的一個比喻 是不是需要這種比喻 我是不太清楚 大家到底需不需要 也許是 看完更不清楚 但是 但是其實是一樣的 想想看是一樣的 那如果把這個時間 再改一下 改成這個 他們是超級車 車子 每小時 1000公里 就是這個 車速快10倍了 那 可是這個topus呢 topus就是 裡面都是混仙 對 他 裡面的這些人 一分鐘才能夠收費 收 收 這個 也就是他頻寬很小 頻寬很小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邊距離很短 或是這邊是用光 這個 呃 這個 這個 要用光纖 但 propagation 就是 換成光纖 那 但這邊的 但他處理的這個頻寬很小 那 那這樣的話 結果 結果 他問的問題是什麼 Wil car arrive second boost before all car service at first boost 就是說對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這邊 要propagation時間很短 所以 所以基本上 你 你這個 一部車要一分鐘 對不對 可是 我 我 我只要多少 十分之一小時 我只要六分鐘 就可以開到這邊 對 我 我只要六分鐘 所以我一共只要七分鐘 因為 因為我這個 這邊 車子開的速度是 每小時一千公里 對 然後 然後 這距離是一百公里 所以我只要十分之一小時 也就是六分鐘的時候 就可以跟他開這裡 那然後 我一部車在這裡呢 要經過一分鐘 所以七分鐘以後呢 第一部車就達到這裡 可是七分鐘以後 這邊 結束了沒有 還沒結束 其他車還在排 還在排隊 那這兩種狀況 剛剛前面這種狀況 跟現在這種狀況 在網路上面都會發生 就是都會發生 這只是個比喻 這兩種狀況都會發生 這兩種狀況都會發生 這個 這個 例子主要告訴我們 Transmission Delay 跟Propagation Delay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是 出去的時候 你的資料量大小有關 另外一個呢 是跟你的距離長度有關 那 這個例子大家就參考一下 那這邊有 在那個 呃 我們的課本上面 他有這個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這個 是 的 我好久沒有試了 所以有點不太確定他是不是出來 或是等一下下課我們再看看好了 就比較無浪費時間 因為這邊我不知道有沒有裝Java 還是Java APRIT 不知道有沒有裝JRE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 這個自己去玩玩看 他有各種不同的速度各種不同的距離 你可以看一看這個跑的快速度是怎麼樣 這是一個Transmission跟Propagating Delay的APRIT 這個重新再Review一下 我們的這個Delay Processing Delay Curing Delay Transmission Delay 跟Propagation Delay 四個Delay加起來 就是我們一個Nodal Delay 然後他會有Loss 那怎麼樣Loss的這個 另外一個APRIT 等一下也會看 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 那接下來就是要分析他一下 Curing Delay 這個部分特別要分析一下 我們說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的這個Delay是什麼呢 Transmission Delay是 是這個L除以R L是Tacking的長度 R是頻寬 那如果我們現在有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在網路裡面要分析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這一個參數 就 L A除以R 這個 L的單位是什麼 bit A呢 A呢 是每秒多少個packet 事實上 每個packet 多少個bit 每個packet 多少個bit A呢 是 每秒多少個packet 那 R呢 R是 是 是這個 EPS bit bit 那所以L A除以R 這個 這個東西 它的單位是什麼 沒有單位 它是一個沒有單位的一個 一個 一個參數 那 我們把L A除以R 買在Excel 然後 然後